李玉芬新歌,早应该,盛装出席,惊喜连连,现场大访聊感情观。 李玉芬在3月14日白色情人节这片推出最新单曲,早应该,同时也在这天举行媒体见面会,让媒体抢先听新歌与观赏最新单曲MV。 这首单曲集结三大台子联手打造出最纯粹的李玉芬,现场也邀请单曲制作人蔡米又到场,现场白白和花束给李玉芬,祝她白色情人节快乐及单曲发行顺利。 李玉芬今日记者会穿着被记者形容是非常有诚意的服装,且今天李玉芬也在现场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感情观。 今天李玉芬以一席LV身B洋装杀光现场媒体抵骗,让现场媒体大呼盛装出席。 李玉芬聊到这首单曲时说这首歌不是在说我自己的心情,是在说现代人都是利用通讯软体沟通,有时候仅只用一个贴图来代表个人情绪及心情,内心的话都不愿意说出来,导致后面两人情绪累积到一个顶点爆台,造成更多冲突,不愉快甚至分手。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,不论现在是失恋,热恋都要好好珍惜拥有彼此的时光。 所以,早应该,就是在告诉大家要早点体会到珍惜,要早点珍惜彼此,别到最后只剩下怀念。 现场邀来李玉芬的单曲制作人蔡明佑到场献上摆白和花束。 蔡明佑说这束白白和是要祝玉芬白色情人皆快乐,同时也祝她单曲发行顺利。 两人聊起录音时的趣事时,李玉芬笑说总是遇到很高的音或是不好唱的地方,自己都会撒娇拜托林佑修改,后来林佑在录音室放平红酒,只要我录音时遇到瓶颈就喝一杯红酒,放松心情。 蔡明佑说玉芬是很有眼光的人,因为她这次有收我的歌,还找我担任单曲制作人。 李玉芬也提到目前都是先一单曲发行,蔡明佑希望会有自己的一张全专辑,因为粉丝们很希望我能出唱跳相关歌曲,所以我希望蔡明佑能出一张唱跳专辑,也希望能有自己的表演舞台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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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